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娱乐圈的魅力男神诚意 最近因为一系列可爱的举动 再次成为话题中心 前几天还魅惑一群果子的他 现在却被大家称为可可爱爱的宝宝 这位已深情眼神闻名的男神 究竟是如何展现他的另一面呢 诚意在一次活动中端住香槟 好爽的一口喝下 谁知这一口就让他脑子 好带晕呼呼 脸颊到脖子都变得通红 粉丝们看到这一幕时 纷纷惊呼 这喝了多少啊 结果竟然只是小小的一口 这也太可爱了吧 聪明如诚意 现在学会了虚晃一招 在与大家一起举杯时 他假装喝了一口 然后还得一洋洋的想 我假装喝 他们肯定不知道 每次举杯时 他的小表情都忍不住露了出来 刚刚他们都没发现 现在我也假装喝 他们肯定也发现不了 我怎么这么聪明呢 这种自得的小模样 实在是太萌了 好消息是 诚意终于掌心眼了 知道怎么应对酒精 坏消息是 他的所有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诚意哥哥 你要不要这么可爱啊 你不知道你的一举一洞 果子们都特别关注吗 更何况 你的杯子是透明的 果果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诚意似乎真的不喜欢喝酒 还记得在之前的雀巢直播中 他喝奶时大口大口地喝 甚至还想把一整杯都喝完 而面对酒精 他却是直接一口就把自己干懵了 现在学乖了 都知道假喝了 这种聪明的小心机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所以 诚意果然还是个宝宝吧 对于他来说 小孩子的饮料真好喝 而大人的饮料真难喝 这样的诚意 既有魅惑众生的深情眼神 又有单门可爱的宝宝一面 这种反差门真是让粉丝们欲罢不能 诚意的这种变化也让粉丝们更加爱他 不论是深情的男神形象 还是可爱的小宝宝模样 诚意都在用他的独特魅力 征服祝果果们的心 期待他未来在荧幕上和生活中 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可爱的瞬间 无论他是深情的男神 还是可爱的宝宝 诚意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 都是果果们心中的最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